鼻窦炎怎么智能除根 徐大道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医师 那么鼻窦炎的治疗也是近几年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治疗 那么就是说也是我们鼻窦炎手术的一个革命 那么就是说是鼻内经济化的功能性鼻窦镜手术 那么功能性手术那么对治疗的效果 比在原来的技术上有的大大的提高 但是那么我们做完手术以后 仍然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么我们有大部分的病人 还是能够得到彻底的治愈的 但是这个彻底的治愈 我们并没有说让病人就跟大夫拜拜了 我们所有的鼻内经手术以后 我们都主张病人最多也三个月 就是没有什么情况 三个月到半年都要到医院去找大夫进行复诊 那么做一个鼻内经检查 看一看你鼻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没有 那么这样你按照大夫的这个医嘱 每半年进行次复诊 进行次处理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彻底的治愈 那么对于呢 像这个我们的病人 他的医生性不太好 做完手术以后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不找大夫看的 但有可能就会再次出现问题 就像我们通常我们说的 我们家门口 今天堆了垃圾 明天堆了垃圾 那么好长时间以后就垃圾就堆了 你门也开不开了 就是我们经常给病人打这个比方说 我们的鼻痘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半年左右来到医院来一次 我们进行给你简单的清理和处理 那么这样就治疗效果很好 就可以达到可以说是治愈吧 专家提示 一 鼻痘炎的治疗 是功能性鼻痘症手术 大部分病人可以治愈 二 后期要遵医嘱及时复查 否则会再次出现问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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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